就练起来 一旦你已学会了如何施予他人 你的心将充满欢喜 如果你不知道如何施予 如果你还在迟疑要给哪一颗水果的话 那么在你沉思之际 你就不忘了 然而即使你给了教导的那颗 人会有不愿意的感觉 可是 只要你坚决给予教导的 事情也就了结了 这就是以正确的方法来违背意愿 当人们不用心准备接受时 你也不必放太多的精力给予 不持红发 护持活教有两种方法 其一是透过物质之饮食 衣物 住所 医药 四种必需品的供给来护持 使他们能够在合理安事的生活中 休息活法 培养在你内心的界法 才是最确实的护持佛教方法 真正的护持佛法 必须透过培养界定慧来落实 感觉 80年 分数 请思想 请思认 女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用外在的方式来护持佛教 将永远不能止息争斗 怨恨残杀 有些师长没有真正的实践 他们却教导戒律 他们没有真正的产定 但他们教导定 而即使他们没有会 他们也能坦论智慧 你可以听到许多动人的响亮话 但真实的真理却是难以发现 诸佛所教导的道是戒定会 这个基础是不能抛弃的 撇开这些 所有其他发展出来的手段和方法 都是多余的 期待 回向与加持 人们在休息解脱道时 可能仍然会生病或有其他问题 于是他们就怀疑 为什么这件事会发生 修行的功德在哪里 其实这根本无关功德 积累功德的目的 不是为了让一只猫变成一只狗 你无法改变形的本质 诸形无常 它原本就是不可靠的 无论发生什么事 你都不须太过担忧与沮丧 倘若身体生病且在痛苦中 为了让病情赶紧恢复 于是我们寻求各类的经典去唱诵 我们不愿身体生病而痛苦 我们想去保护它 去控制它 唱诵经典变成了神秘仪式的某些表现形式 使我们圣儿更与沿着纠缠在一起 这是因为他们送场它们 以其能避免疾病 延长寿命等等 其实 佛陀给予我们这些教导 是为了去清楚地理解 结果我们却唱诵他们 增加我们的无名 我们不是为了增长无名 而送唱这些经文的 一词唱诵经典是用来帮助我们了解这身体的真相 使我们能放下执着 使我们能放下执着 并舍弃我们的渴望 感谢观看 失罗是指我们的行为 善行带来善果 恶行招来恶果 不要期望天神来协助你 或天使和护法来保护你 亦或阳城即日的庇护 这些都不是真的 不要相信他们 如果你相信他们 你就会受苦 你将永远在等待好日子 好月份 好的一年 天使和护法 这样你只会受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希望不用苦修旧门舞蹈 我们去向龙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